中文明国112年4月10号 我们刚才听的是 我觉得应该迈入夏季了 就是一个春假回来以后 好热 真的 我真的不是说不减碳 我真的很想减碳 可是真的减不了 昨天大家有没有开冷气 我真的没有不减碳 可是我如果不减碳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的体内 我觉得很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家现在有婴儿 婴儿就是要常恒温 它会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是开冷气 可是我就觉得冷气没有很冷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干脆开送风 就送风一样凉 大家可以试试看 送风好凉 还是说你们的标示贴错 其实送风是冷气 冷气是送风 总有一台标签会贴错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 那可能啦 送风是电扇的意思 但是我就一直觉得 又微凉的感觉 因为冷气你应该会突然有一阵 凉很凉的风的感觉 对会冷 但是我们都没有 然后开送风也是 就是一直维持一个舒适的状态 我曾经听过就是说 他们说开除湿的效果 冷气用到除湿功能 也是很好的 除湿也会很冷 也是很冷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跟朋友有一次去绿岛 然后我们住到那个民宿 那天天气极差 然后那个民宿里面就很湿很湿 你一进去就闻得到很湿 我们就在开冷气除湿 然后我们就出去外面浮浅 结果回来每个人都快感冒 为什么 很冷 是冰的 这个房间是冰的 就是好冷 他到底是除湿还是去冰 对 他是不是除霜 你还按到除霜功能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发现说 除湿是会让房间里面变很冷 昨天 怎么那么巧一讲到绿岛 我昨天才有朋友给我一个 那个日 就是说绿岛的很好的一个民宿 然后呢 就说要不要到绿岛去玩 因为我常去花冬嘛 绿岛其实好玩 我们去的东西 对那到绿岛的时候 他们都是到富冈要搭船到绿岛 对 对然后就会建议说 其实绿岛很棒 大家除了小琉球 如果很挤的话 可以去绿岛 不过我觉得绿岛 可能这几年也蛮红的 因为它浮浅是 浅水更好对不对 对啊 浅水环境很棒 你不是不会游泳 我会游泳不会换气 所以浮浅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哇那太好了 其实通常不会换气 就是不会游啊 但我会仰视啊 我找到我自己身边的出口 哇你强耶 竟然你敢仰视啊 我会仰视哦 哇好大胆啊 好多人不敢躺耶 哇可能你是 你知道你可能是出生的时候 洗澡很快乐的人 应该是 都会仰视 对对对 从可以以前洗澡都 那也很怪 我都是泡澡的 我也都是仰泡 为什么我就不会仰视 你有试过吗 仰视 哎呦 整个都是水 好恐怖哦 就沉下去了 吓死那一次就吓到 就不敢了 对对对 不是都是水 可是如果我这次回到 再回到我这个槟城的海水游泳池了 对不好意思啊 上次没有办法讲完 所以呢今天要再续 因为我说我住的那个饭店 它是一个海水游泳池嘛 那我才知道说原来海 因为以前我不敢游海的 不敢游真正的 无边无际的大海 所以只好去那种 类似无边境的那种游泳池 它是海水的 我才知道你不用带 不用带那个蛙镜 也不用带泳镜 为什么 它的缘分跟你的是合的 所以可以张开眼睛 而且还可以戴眼睛眼镜 这点实在是太快乐了 海水的福利更大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要力推这个饭店呢 请看上集这集就不讲了 大家自己去找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的游泳池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安全 因为才120公分 通常你只要小学六年级 一定会有这样的高度吧 好没有高度 就要怪我们的国民健保局了 就是怎么没有让大家 有健康的成长概念了 因为120公分 我觉得是很安全 而且也刚刚好就是可以游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 海水游泳池 就是这家饭店 好我们回来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我上次要讲到的 其实我想分三集 为什么呢 其实你 其实槟城 曾经应该是在三年前吗 还是几年前的时候 他曾评为最适合退休人士 居住的前五名 好像是第二名 或是第三名 为什么 我觉得从我这次去的时候 去老城区 George Town这个老城区的市区 的夜生活 我就知道说 为什么他相对于 比较银法族人来说 他是很安全 而且很快乐的一个城市 第一个 我拍的这段影片的时间 是十点四十五分 十点四十五分 请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我们的快乐的 姐姐哥哥 叔叔 伯伯跟 婶婶 他们是不睡的 还没有睡的 而且几乎每个周末 我因为去的时候 刚好在周末 所以我是不知道 他们平日是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知道五六日 我三天 真的三天去的时候 我都知道他们的 就是购物 就是他们的美食中心 也可以叫美食广场 很多很多个 大家都可以去找 我今天只是一个 但是翻翻说 另外一个更强 因为另外那个购物中心 他唱的是爱你一万年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再讲一次 这样大家会觉得 没地方可去了吗 只去这个地方 就是每个购物中心 他唱的歌曲的曲风 跟那个代表的歌手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今天来这个购物中心 美食中心 跟下次你去 另外一个美食中心 你都可以 你每天都可以换 然后就点一个饮料 那我是要让大家看说 他们唱的歌跟跳的舞 其实就算快 也不会太快 很快的节奏 你也可以跳的很慢 很慢的节奏 你也可以跳的很快 然后去久了 你就会认识一些人 然后大家都很自在 而且你可以穿舞 你可以穿跳舞的服装 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你也可以穿T恤跟牛仔裤 然后那个气氛 就会让你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 我可以来这边运动健身 然后久了以后 你自然在那边 你就会遇到一群熟识的 喝茶的啦 吃点心的啦 跟跳舞的朋友 所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热闹 有趣的健康的广场了 因为真的 它不是像一般会跳广场舞 如果你没有去练好几次的话 你不可能跟得上节奏 如果你真的有去过像国富建馆 还没有改造前的时候 你如果早上去看那些跳原级舞的 或者练太极拳的 你不好意思加入的 因为他们感觉是长久性 所以你比较不敢 就是不是很好 马上就可以融入 如果到晚上去看那些 跳土风舞的 或者是跳简易的 西部乡村舞蹈的 你都没有办法马上的融入 因为它有一个 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团体 可是槟城不是 槟城是散客的天堂 什么叫散客天堂 就是你今天去对不对 你就可以马上加入 完全没有任何让你觉得 被排挤或不好意思 对因为我剪掉一大段 是我跳的那一段 其实我拍了十几段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知道 如果说他的那个台上唱歌的歌手 他非常知道华人 其实这个是蛮华人的 因为他的这个food center 大部分都是华人为主 所以你看他们唱的歌 哇都是70年代 其实更早 可能60年代的歌都有 就是跨度 可是就不会有新的歌 就是不会有很新的歌 为什么 但是他会有很多什么歌 你知道吗 抖音歌曲 抖音歌 这个很多 这是这次我也发觉 抖音歌曲的强大的感染力 可能是因为他们每天看这些 短的视频 就一直听到这些抖音歌 所以他们对于抖音歌曲 也是很能够 马上就跳下去的 如果大家常看一些动物收容的 抖音歌 还有什么那种 爷爷奶奶的歌曲 你就会知道那些很红的抖音歌曲 排行榜 就一点他们也会能够跳得很快乐 然后吃那些东西也是 反正都分量少少的嘛 也就没有什么 我觉得跳一跳热量也就没了 最重要是到那边 你会觉得 你就算不下去参与他们的那个唱跳 对不对 带动唱 你自己就在台下看大家跳 你也很好玩 你会觉得说他们怎么都不累 就是说怎么都这么每天晚上可以在这 因为我问过他们嘛 他们就是几乎就是只要有空就会来 有空就会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什么呢 打发时间 真的是太好了 你与其在家看电视 与其在家看一些 看一些电视节目 你不如就出来 你还可以动 我觉得最重要是会让你动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 也不要说影法 因为跳的人都是染法 对于很多 很多不知道怎么样觉得晚上要干嘛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打发时间的地方了 所以我很推 很推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到晚上的时候 你们可以 除了你如果要到酒吧街 那是另外一种 我没有喝酒 所以我没有拍 但是我觉得酒吧街也是非常安全的 那你就可以到这些各个在酒厂 你只要打美食中心这么多 不是那个百货公司的 某的美食中心 它是广场 它是类似有点像是搭棚的 怎么讲 就是有棚子的那种广场就对了 花博 我这样讲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东大门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是有棚子的 有棚子的美食中心 但是是固定的 不会解散的 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 可以看到中文了 中文看得到 好第二个就是 我在做他们的交通工具 有很多人说 我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我跟讲大家会 如果说你在台湾 常常使用Lite taxi 或者是轿车 或者是Uber轿车的话 你应该非常会用 就是他们的Grab 就是Grab 就是这个他们的轿车软件 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用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对因为你知道吗 我一去它就有中文 你一点进去 然后它竟然是中文字幕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英文字幕 或者是其他文都可以 但是它的确是有中文的 就是在中文不是标在说 你要叫谁 而是中文会标出你要去的地点 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我如果说今天 我像我的话 因为吃太多 所以我喜欢用走的 但是有些远的地方 你可能比较不好走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叫这个车 你知道它那个短程 例如说我从我的饭店要到 我要去搭那个缆车 上那个槟榔雨 就是他们的升旗山 叫升旗山 那个地方 通常就有点像是 我们从这个 从我们中广到 可能要到 阳明山的二分之一 这么远 超远 就从我们这边叫 阳明山的二分之一 他竟然他的钱 只要12码币 你知道12码币 还没有超过150块 所以你就知道说 真的是非常便宜的 好 那在这中间 这不断的中间 我在跑来跑去的中间 我就坐过三种车 一个是从机场 搭机场的计程车 那个是机场 没有 我没有用那个轿车软件 因为我才刚到 我就坐的是一个 印度裔的司机 然后呢 再过来就是 我中间也搭过很多个 他的司机 开车的这个 是马来裔的 还有呢 两三个是华裔的 我通通都在聊天 我为什么要聊天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借由这个 聊天中 知道他们的房价 他们的收入 跟他们的平均寿命 对不起 我一定要讲平均寿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知道说 这样快乐的地方 大家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那你讲平均寿命 可能一般人 不会特别去研究 平均寿命 就是 所以我会问说 你们这边的长辈 大概都多老 才去当神仙 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会问 比方说像我第一个问的 我是问说 你们这边的 我先问这一位司机 多老 你知道吗 但不好意思 大家不要觉得我很不礼貌 因为很多人说你问这些都是不礼貌的问题 但是我会用我的方法 也就是不会让他觉得我侵犯到他的隐私权 其实根据我这样子聊了这五六天下来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跟我聊天 对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觉得我侵犯 或者他们也很喜欢 被侵犯也无所谓了 对 反正他们也就愿意谈了 真的很愿意谈 比方说 我会问说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然后呢 你住的房间是几个 然后是几平 因为他们是算尺 就是几尺 几尺 一千尺 尺的是英尺 所以你还要再换算成我们的坪 这样就有点麻烦 对 因为他们的计算单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会讲说 每千尺是多少钱 好 例如说千尺 那我想大概千尺 大家算就是三房两厅 那如果是今天你是住的房子 是像他们的大厦 或者是公寓 或者是他们也有社会住宅 还是透天 都不一样的 因为大部分的我们去的老城区 他们是那种传统的 大概一二楼的透天那种洋房都有 可是这种老城区的买卖来讲的话 他因为是古迹 所以不是那么的频繁 当然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买卖 透天当然就是比较贵一点 那大部分的人 他是会住在有电梯的 例如说贵的 如果你是看海景的 当然就比较贵 那看海景的话 他算说比较贵是多少 高楼层看海 我先不要讲富人区 富人区我是累到最后再说好了 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海的 大概三房两厅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台币四百五左右 就是四百五 一般般的房子 大概就是四百五 四百五 因为他讲说大概就是 有从十万 十万马币开始 十万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 算是我觉得 因为 对不起 一块是 一块马币是台币七点三 所以大概我算起来的话 他说他们的房子 大概就是六十万马币 六十万马币 就是七六 四十二 是不是四百多万 对 所以其实他说六十万马币 差不多都OK的 就是已经就是一个 可以 蛮好的大厦 就是六十万马币 因为我们是从机场 这样开过去的 所以但是 你当然越好的区 他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我是要这样讲说 其实你可以知道 他的均价 就是不错的房子 大概是六十万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 就是可能总楼高有三十几楼 然后他可能是中间楼层之类的 他大概就是六十万的马币 好 这个是蛮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住的是比较旧的 旧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不是那么新的 然后可能没有什么公社 没有用 没有花园 然后管理费很低的那一种 甚至不用管理费的 那个大概十万马币就有了 就差不多 十万马币也有 所以但是 但是要来了 他们的是 除了说早期的以外 很多新的房子 它是没有土地权的 它只有房子的权 那房土地权可能你就是 它也是有好多种 可能就是七十年 八十年 九十年的 土地是没有私人的 这点我要讲一下 我们台湾 真的是世界上 亚洲国家 很多地方 你有土地用权 但是甚至 你是只有使用土地多少年 房屋有权 可是房屋也有可能 只是使用多少钱 能够终身私有制房屋加土地的 台湾 真的是台湾 还有其他国家 可能美洲啊 欧洲真的不要讲 我是讲说亚洲 能够拥有房地 都是终身私有制的 这个很少 好那再过来 我就问了一个华裔的 华人的 华人的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因为这位他是兼职 所以我就可以问得更清楚了 那这段旅程真的蛮长的 所以呢 那我在问的中间呢 他是白天呢 以前在槟城市有一个 槟城市有分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区是专门是叫工业区 工业区域里面又有科技园区 之前很多台商在那边 后来台商又整个产业的移转 或者产品线结束 很多台厂就关了 对 然后那之前这个人 他的老板就是台商 那现在这个公司就结束了 那所以他现在还是在上班 他也蛮年轻的 大概不到35岁 不到35岁 可是他很早就上班 很早就打工 所以他他曾经经历过很多台商在 槟城设厂的光荣 那个繁盛时期 他讲说他兼职 那他兼职 他一到五 他上班族 六日或者晚上的时候 他会开 那他晚上呢 每天大概他开三个钟头到四个钟头 因为槟城上班是很早的 大概五点就下班 所以五点的时候就很塞车了 那他们的 他的兼职三到四个钟头 然后呢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收入多少 他说他的收入就是 一个礼拜接一次账 大概可以赚350到370 还算蛮精准的 马币 就乘以7 所以呢 他一个月呢 一个月 你这样算的话 他大概就是可以从 他兼职这边赚到一万多台币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薪水 我说 那你们上班族的薪水怎么算 他说像公务人员 对不对 他可以到三四千块 马币 那就是大概还不到 三万块台币 公务人员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服务人员 就是例如说 你可能是餐厅的服务人员 或者是做清扫打理的 那个大概就只有1500左右 所以他是不到台币一万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相较起来 他的房子还是蛮贵的 因为槟城的房子 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 槟城是比较有钱的 收入是高的 所以槟城的房地产是贵一点 也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基层的 一些服务业的话 那你的收入大概就是 他说大概就是1500马币 到1600 这样子差不多了 如果加个班大概就是1000几 那你乘以7的话 如果是1500的话 其实差不多就是 一万出头而已 我说这样够吗 他说如果是你是这样够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租房子 其实是够的 是够花的 但如果你租房子的话 他认为 他自己是因为住家里 他说可能到了月底 就没有什么钱可以存了 好那再来 我说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兼职一个礼拜 可以多350马币 那你的月薪呢 他说他的月薪 大概就是4000 他是他是白领哦 4000呢 不到哦 不到4000 3000多 我说这样子 你为什么你要 他说我其实我生活是够 我说他说他兼职 其实是为了要买房子 哦 我说那你要买房子 对 他说对 因为我现在是跟父母住嘛 那我想要买房的话 我就必须要努力 其实也没有很老 他三几岁而已 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存 然后他希望可以赶快买到房子 他说因为他的车子贷款 然后他的车子贷款 我说你车子贷款 他说车子的利息大概要4% 这个我没有问他自己告诉我 然后呢 所以他就说是要4% 所以他要还车贷 然后他的车子 为什么我会说 因为你有时候去坐这个 Grab在这些地方 比较要靠运气 有时候你坐到不同车 有些车他很老旧 他并不是很新 可是像这位他的车子就非常的新 所以我会想说 你要不要留一个电话给我 以后我就来的话 就专门请你当我的半日游 或一日游就 因为他可以选择开不开机嘛 然后他说他的父母 我说那你的父母呢 他说父母大概是 大部分在那边的上班族 就是5、60岁就退休了 5、60岁就退休了 我说那退休后 有没有这种社会福利基金 他说没有 除非你自己存 他说他们没有 任何像我们这样有劳保 没有 我说那退休后 他说退休后就是 没有任何的钱了 你就是要自己 你就是要自己的 自己的存款 你可能就是吃老本了 吃存钱 或者你的小孩 他会给你钱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 槟城是一个非常有 我们儒家孝道的一个城市 所以可能小孩都是奉养父母 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可能还是三代同堂之类的 那接着我说 我说那他们没有任何存款 他说对 我说他说像他的父母 就是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可能就是做一些小吃 或者是在市场卖一些糕点 所以其实蛮多特色的家庭料理 也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说那 那好了 来到平均寿命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问他会比较准 他说因为我问第一个 华人司机的时候 他说以前他常看到蛮多老人的 现在很少了 可能也有因为前一阵子马来西亚 在疫情期间也是很严重的 可能有些抵抗力也不是那么好 他说他自己 前一个华人司机 他说他觉得大概是70左右 他还讲得很婉转 他说六七十 我说这也太年轻了吧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那么快乐的城市 怎么可能 因为我看他跳舞的都蛮老的 还是他们是长得老呢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他说大概是70多 那我就问这个年轻的这个司机 他说他的 我就说你们觉得 我觉得你这边的长辈 他也是讲了一个很保守 他说70多吧 70多 80多的比较少 80的很少 所以我现在比较起来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 平均寿命女生应该有84吧 差不多 对不对 台湾嘛 对不对 女生的 因为每次都说老板 你就60退休的话 你的余命要算到20啊 你要算到65 要再加20 那不就是85吗 也就是说你退休后 准备的钱要准备20年 所以我们应该算是85岁了 那真的是差很多 他们大概真的就是七八十 七八十差不多就 就当 有关马来人呢 这个我不辩评论 因为毕竟饮食习惯差太多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他们三个 你知道在槟城最棒的就是融合 你在左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区就是左边是台湾 我们最我们常会烧香拜佛的观音庙对不对 他的附近就是最大的清真寺 再过来就是转角不远就是天主堂 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和平的 然后笑脸迎人 那刚才讲到说要怎么样 为什么他会平为就是很适合居住啊 我觉得气候稳定 气候稳定没有什么大污染 这是第一个 他气候真的不是那么热哦 不会那么热 不会让你热到 而且四季都是如下是没错 可是不是酷暑 就是不是酷暑的热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他的消费算是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大家要去 第三就是如果你要去那边的话 你的语言是通的 好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对很多人来讲 可以过去过去个两三个月 真的蛮不错的 还要最大一点方便就免兼证 你真的是今天 你今天我跟你讲 你你做普悠玛到台东的时间 跟到槟城是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 不含check in 不含check in的时间 真的差不多 就是你做那个 不能讲普悠玛 慢一点的好了 比较慢速的 停多一点站的 就是光复凤林都会停的那一台 七度也停的 跟你到槟城飞的时间差不多 他刚刚好 就是你快忍受不了 他就到了 所以呢你就看两部电影 还差不多快一点的 不能看三小时的 两个小时加一部 一百六十分 一百 一百二十分钟以内的 你就会到槟城 那再来就讲说你要准备多少钱 因为马币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他 他没有很 应该贬值嘛 所以我们去的话还蛮划算的 然后换汇也很合理 你可以到那边换 你也可以在台湾的 台湾银行跟机场换 都OK没什么差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再多一点的 你看像如果是说像 因为我刚才问发生说 你要过得比较轻松自在 爽花还是过得比较 就是说算好 你要准备一天多少钱 那我们决定就是用爽花的方式 出去玩就说爽花 爽花了就这样了 没什么好说了 大家请看我吃的了 好OK来 爽花请看留言处 因为今天要po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生活形态 我们的 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脸书功能 就是说粉砖是不是不能够 把影片跟照片通私 不能好 请检讨 好 meta请检讨 就是没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留言处 留言处呢 那是主图 不是说我一餐吃这么多 是这么多天 我觉得我吃两次的 吃一次的我没有po 吃两次的我才会po 那我觉得中西餐都有 所以那他们的食物呢 有一集呢 我会再讨论他们的食物的调味的问题 还有一集 就严重海医师来的时候 毕竟他是一个冰城杰出华侨 关于饮食部分 我都想好好的来跟医师研究 跟讨教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冰城出身的杰出人士 就是关于他们那边的食物 有点怪这件事情 但是西餐很棒 西餐跟清淡海鲜 我要讲清淡 因为有些人不习惯吃他们那么浓郁的海鲜料理 你可以吃清淡煮的 我这样子算如果你是一天 如果你一天住宿 你抓台币是三千八 还是三千五到三千八住宿 你要抓这样子 为什么因为我要海水游泳池 所以我会抓这一个 不然我要抓哪一个给大家听 抓那个热水要等的吗 不行啊 所以啊 当然有很便宜的啊 当然有很便宜的咯 可是因为翻书要爽花 所以我就决定抓有海水游泳池的那一个 然后呢 抓有海水游泳池 这个你的住大概就是台币三千五左右 三千五到三千八 看你可以跟他谈折扣也OK 然后这是一天的住宿 那我一天的吃什么 好来了 各位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既然我去吃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需要有一点养生的功能 好本次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 马来西亚很多特产 燕窝是一个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看了网路就说 他们有很多人去买是干燕窝 要带回家熬煮的 因为他们很会炖 但我怎么可能 我一定是要及时嘛 我一定是要现在就给我吃啊 我怎么可能还要自己炖 自己炖的也不好吃 这是真的 所以我每天都有去吃一个燕窝甜点 我要这样子讲 因为你要说好一点的 因为要养生啊 好这个老板呢 我有图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戴着口罩 穿着很轻松的汉衫跟短裤的 这就是这家燕窝 即时 即时燕窝 它有甜点 它有燕窝蛋挞 有燕窝饼 有燕窝角 然后燕窝鸡丝粥 然后有紫米燕窝粥 然后这是有热的 有冷的 冷的 我最推的是燕窝桂花洞 跟燕窝椰子洞 感觉椰子是很凉的食物 跟燕窝怎么 是不是会冲呢 没有 真的是太好吃了 就是个燕窝椰子 我吃吃两个 我吃吃两个 好 那大家可以知道 它一克一克大概 真的 我觉得它CP值非常非常高 它是不到台币200块 对不起 有超过 有超过 28啦 28 28 28应该有超过了嘛 对不对 好 那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好吃 是为什么 因为它 它是整颗椰子 加燕窝 变成是椰子跟燕窝的胶脂 变成洞 然后没有冰 而是凉 就是很凉 吃了很凉快 然后很爽口 这是一个 然后再过来就是 它自己本身 它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它说它以前 得大肠癌 很严重 然后它就去看中医 中医呢 就跟它说 你没救 你没救了 对 不要再找我了 它就不死心 一直在那边等 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医 他就跟他说 你住哪里 他就说 我住在哪里 他说 你们那里有个很好的食物 你不知道吗 你如果照我的方法 他教他两个 一个是吃燕窝 一个就是呼吸 他说 他是先吃了燕窝 然后再呼吸 他说很多人说 癌症不能吃燕窝 他说癌症不是不能吃燕窝 而是要怎么吃 他没讲 所以我也没有 对 这个没有讲 因为我只是问他说 你是怎么煮的 他说他光是 比方说 例如说他有一道 例如你要预约的 像叫做燕窝 雪莲 雪梨 雪梨 你这个 因为他要炖比较久 所以你可能就要预约 那一般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是 他跟我们的炖法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有加入鲜果 所以跟我们纯粹去吃 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我想要去吃吃看 他各个不同的 还没讲到一天要多少钱 是不是 就是吃的方面 因为才讲到点心 待会还没讲到主食 还有最后要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真的是符合我们这个 他唱的 他喜欢 I like 吃喝玩乐 真的 没有胡思乱想 是真的实践 我今天绝对没有胡说 因为我要用我自身的 就是说爽过 爽过一个六天午夜的 你不用六天午夜 你就五天四夜就够 因为说真的 我又两天是没有 哪里都没有什么 做有点浪费 毕竟是泡在一个海水游泳池里面 就是你不要特定 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去拿个点 拿个点 但这种说法就是不积极的 白烂的 白烂的那种度假 就想动就动 不想动就不动的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团 就是起不来啊 这一点 起不来 出不了门 这一点 好 那我这是要讲我的三餐的 就是说 你可能早餐 你可以跟早餐午餐 是不是就一起吃好了 因为可以吃 睡晚一点嘛 然后你就下午再去走到 那个壁画街吃个燕窝 对不对 燕窝的组合 看你们要挑哪一种 要挑纯燕窝 还是冻 还是热的 冷的 都有 晚餐比较重头戏 我刚才推了给各界推一个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像什么 我图片中有福建面啊 炒柜雕啊 还有蚵仔煎啊 还有那种 米粉汤啊 还有咖喱汤啊 咖喱面啊 这些 不用列 为什么 因为都很便宜 真的都很便宜 你一餐大概抓个12码币 就很多了 所以不用讲这个 因为你可以吃的很便宜的 如果你不怕辣 不怕咸的话 就是你喜欢虾酱这些味道的话 我觉得它都是非常廉价的一种美食 就是所以 你大概都抓个一餐 就是如果你是要吃中式的 你大概就是好 我们就算 我们就算是这个 12号 12已经算是 他们大大碗的 真的 那也不过就100吧 724不到100 如果你要吃比较好的 像鱼头米粉的 那大概就是18到20 也都是乘以7 真的没有很贵 我吃了这么贵 38也才200多 这个是中式的 那我来讲西式的 所以西式的话 像我 我有拍 鱼排 鱼排 因为我没有吃牛 它牛排是 CP值很高 鱼排 加龙虾 我刚才算了 连住宿 连住宿 这样一天大概就是台币 连住宿 5200 这样算贵吗 就不含机票 不含机票 可是是你吃的很好 我讲的是龙虾 你可能 你不用每天吃 但是我因为我要抓一天 我抓一天 就是你吃的是鱼排 意大利式的那条鱼排 金木炉 我为什么知道金木炉 因为刚好那个waiter是华人 所以 所以他讲 他说这个鱼是 是金木炉 龙虾是冰城的龙虾 但是牛肉可能就是澳洲的 就不是冰城牛肉了 鱼也是冰城这边的 然后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 不含饮料啦 饮料你就自己喝水吧 然后矿泉水 大概一瓶就是 一块钱 我确定 因为我买大概就是一块二 就七块钱 矿泉水 随身的500cc那种 大概就是一块二 或一块麻痹 那到大超市去买会更便宜 所以水我们不要算好了 冰城也没有水质不好 自己烧吗 自己烧有点怪啦 OK 好 那你就是这样子喝 然后呢 再加上我这样子吃 我真的一天 因为我刚才这样算就是连住大概就是五千二 那好 你就 你就抓吧 如果说你一年你想去度个假 你其实 不要喊机票的话 你不要再忘记去 冰城的机票应该一万多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一万多 好 算起来的话 一万多 一万五的机票好了 一万五 或者 或者你们自己抓一个上下糖性两千嘛 一万五到一万七之间 然后再加上一天五千五 对不对 最后一天不用 所以你只要算五天 因为你最后一天忙着登机了 要吃机场的 不用再吃这么好的话 你就抓个五天 再来是五二 五五二十五 两万五 加一万五 这样多少 两万五加一万五 对啊 四万啊 我觉得是 很多很多团四万吃得像垃圾 哇 真的 不是 你去问春假 不要讲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团说真的 四万你没有吃得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吃得很好 对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真的不贵 对啊 国内有 我们不是讲了吗 华航不就是直飞槟城吗 大家可以去 直接就是买华航机票 直飞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诶 华航机票更便宜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个 你知道最近有些 呃 的那个飞机场 效率比较慢 就是说因为春假 或者什么 可能是大家旅游大爆发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槟城效率很高 过关超快的 这点我要再赞美一次 海关很快 很迅速 就是你到了 然后就不用什么 啰哩巴说的 什么等啊 这些都没有 就是非常迅速的 它可能是因为 因为华人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蛮有效率的 就是你都没有怎么等 我们就到就到 然后一到那边 你都不用觉得会踩雷的是什么 你坐车的交通工具 都不会踩雷 就算我今天是到了机场 我没有用到其他的公司 或是没有人来接 你用机场的计程车 你到那个饭店 也就是只有两百多块台币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到一个很安全的 自然安全的城市 然后吃的又很好 然后选择性很多重 然后语言会通 然后气候稳定 所以我蛮蛮推荐大家 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 可以照着我的路线走 因为完全没压力 也没有计划 好再讲到说 有一天我爬山这个事情 这大家一定要知道 缆车开放跟你 能不能够平安下山 完成这个山的旅 是两件事情 就在槟城的缆车 它开到十点多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表示它的路线 一定是十点多都很安全 因为你缆车竟然开放到十点多 那就表示你这个山 一定是可以让你玩到十点多 这就是我完全估计错误 我真的差点迷路 迷路在那个山里 因为它七点半才天黑 所以你会完全估计错误 就七点半才天黑 那我认为说 我们搭个缆车上去 五点多 开始五点多 然后因为我又遇到了一条狗 所以又跟狗玩了好一会儿 对不对 六点多了 就是五点多 搭一个那个缆车 大概只有几分钟 四分多钟就上山 好快速 而且很棒 超抖 超抖又超快的缆车 很豪华 我非常讶异冰城的那个 有这么 这么现代化的缆车 它是非常抖的 可是只要几分钟就上山了 上去了 上到那个中继站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要爬 或者是要走它的步道 或者你可以做它的 叫做动力吉普 就是你不想走的话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 又迈开我们的腿啊 吃这么多 就错了 就没有做这个吉普 这件事就是我大错特错 高估自己 我就开始用走的 走到一半天就黑了 越走越走 前段有路灯 后面就没有路灯了 你知道这是多恐怖吗 因为它是山区 然后你看不懂那个马来文 你看不懂 它也没有什么英文 它的标示是马来文 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你现在在哪个站 因为跟你现在 而且最可怕是 它没有讯号了 它已经没有讯号了 走到一半 走到中间二分之一 它没有讯号 我就想这糟糕了 又没有讯号了 怎么办呢 好 立刻回头 走回头路 好还是平安下山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